在这一次呢 请到了美国的大卫营 究竟会有哪一些端出来 给大家好好看看 来闻香一下 所以呢 当然根据现在目前 现有的一些报道是说 在这一次的这个大卫营峰会上面呢 会有另外发布 所谓的约法三章的保证书 那么当然也有报道是说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违基协商事约书 也就是说 三方面 美日韩三方呢 有义务协商 只要有任何一国 安全有造成负面的影响 任何的危机情况发生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有义务协商 比方说要有一个协商的一个机制 那现在呢 这个另外也有白宫人士说 协商承诺要另行发布 要将国家安全广泛三边合作 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不过呢我们看到报道又说 这并非正式的同盟条约 或者是集体防卫条约 不侵犯国际法规定的各国自卫权 所以呢现在有美日双边同盟 有美韩双边同盟条约 都不造成任何的影响 好所以到底在这一次 我们常常听到说 美日韩峰会就是要来搞一个 亚太小北约 可是这到底是所谓的军事同盟 还是一个准军事同盟呢 还是不管怎么说 反正他就是一个同盟呢 但在这里面已经讲到了 他又不是所谓正式的同盟 所以我就用简单的话来问 这个赖老师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现在我们要看的是 比方说韩国有危险了 是不是美国日本就要赶快出来 帮助韩国怎么个帮法 来老师 讲讲话 讲话 开个会 这个叫做协商嘛 就是说说话 协协商 然后但是我没有义务要出兵 我有义务要跟你去开会 但是我没有义务要给你东西 这个就是三方的关系 也就是说不是军事联盟 不是军事同盟 都不是 坎贝尔在会前的时候已经消毒了 坎贝尔在会前的时候 他说我们是一步一步来了 我们不可能一步到位 但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 是建立三国的这个军事联盟 军事同盟关系 可是目前来讲还不会一步到位了 所以一步一步来 那第一步是什么 就那个是目标 目标 长远的目标 那目前来讲 由于各个国家的主要的威胁 跟敌人都不一样 而且以后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例如说你说以现在的情况 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敌人 可是韩国呢 韩国可能认为朝鲜才是我主要敌人 那日本呢 可能认为俄国才是我主要敌人 因为我要把北方四岛把它抢来 那所以三个国家可能三个主要敌人都不一样 那三个主要敌人都不一样 怎么建立一个军事同盟关系呢 难道要三边同时开战吗 那韩国跟朝鲜打仗 日本说是关我什么事 我一定要参加吗 所以这个不可能 那目前来讲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一步到位怎么办呢 我个人觉得目前可能唯一的成果 那第一个就是嘴巴 就是说一旦三方有难了先开会 但是没有承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联合军事演习 我觉得最有可能的就是明年开始联合军演 但是明年如果一旦开始联合军演 也会有一个问题 假想敌是谁 假想敌 对假想敌如果是中国的话 中国吗 如果以美国人来讲 当然希望假想敌是中国了 但是对日本跟韩国 尤其是韩国来说的话 如果韩国把假想敌列为中国 这个可能对于韩国不是好事 那可能韩国会有意见 所以我觉得如果明年开始军演的时候 那他们的假想敌到底要把谁列进来 还是假想敌是X 这个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不过我个人对这个军事同盟关系 不会看好 原因很简单 韩国跟日本在经济上 几乎都还是依赖中国大陆 如何跟中国大陆开战 我是觉得这简直是开玩笑 好 所以看到这边 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来探索 究竟这个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关系 以后就只要说一方有难 三边通的话 这样就搞定吗 好 那亮哥 那现在呢南韩的官员也讲了 大卫营峰会要通过大卫营原则 还有大卫营精神 这两份文件 一个叫做principle 一个叫spirit 原则是什么 精神又是什么呢 是描绘三国合作蓝图跟落实方案的联合声明 甚至还说三国领导人有可能发表第三份成果文件 但是文件当中到底要写什么东西呢 里面有哪一些内容 那么根据现在目前所得到的讯息有 不准许试图借由武力单方改变现状 维持加强以法律支配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加强裁减核武以及核不扩散 所以现在目前来看是针对中国吗 是针对俄罗斯吗 或甚至是针对北韩呢 在这个文件当中刚刚讲到它有两份文件 亮哥 通常一般来讲 三国共同在发了一个声明 不就是通常我们看到在峰会之后 就是这样一份吗 现在是要有个两份 那之前又报导说 它还要针对台海的问题 不说也是要纳入吗 那到底会是在这个 不论单方面改变现状就是 对对对 哦 没有提台湾 当然啊 不止名啊 因为它的定位就是亚洲小北约 可是它又没有办法有集体安全 因为共同防御 日本跟韩国不愿意互相承担 比如说你韩国被北韩打 我日本为什么要介入 对对对 那你日本被中国打 韩国为什么要介入 对 它们两个假想敌是不一样的 所以 所以他们只能够隆隆隆隆讲话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不希望台海有变 就是如果有人单方武力改变现状 那你们就反对嘛 然后呢 然后呢 它不允许改变现状 但可能不一定会讲说 不允许台海改变现状 不是啦 它就是广义的 那个美日韩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嘛 是 那问题是然后怎样嘛 不允许啊然后呢 不允许然后呢 如果发声你们要怎样嘛 对啊 写出来啊 为什么不写呢 怎么可以写呢 那再说 加强裁减核武与核不扩散嘛 这个就是针对北韩嘛 是啊 对嘛 那人家现在就明明就在搞核武嘛 而且越搞越多嘛 那然后呢 然后你要干嘛嘛 所以这种叫做屁话 就是你没有主张嘛 说你要做什么事 来防止这种现象嘛 那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对 我认为啦 事实上 我觉得拜登已经严重 这个破坏了大卫营的精神 大卫营搞过两次 一次是处理以哀和平 一次处理以巴和平 结果你现在把大卫营弄来搞小北约 准备要搞战争耶 这个拜登恐怕已经是历史罪人了啦 就是一个明明是搞和平的一个 有历史传统的大卫营 现在背里搞成是要成立一个 军事联合的机构的一个地方 而且可是他做不到 所以纯粹就是因为尹锡悦 就是美国跟日本难得碰到一个 脑袋发烧的尹锡悦 所以就找他来开会 不然美日安保2.0 早就已经进入这个境界了嘛 你那个四个点哪一点美日安保没有 早就有了嘛 对不对 那现在只是有一个人 他觉得他是全球中枢啊 你其实不是说韩国是全球中枢吗 而且要以日本为大后方啊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韩国的领导人 会讲出这种风话 这已经近乎疯狂了 你韩国怎么可能是全球中枢呢 日本怎么可能是你的大后方呢 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我们上天保佑韩国吧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有额外的选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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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